很多人说黎子鸡它有团队 有非常庞大的团队才能做出这么好的视频 我实话跟你们说吧 做这样子的视频 有没有团队其实都可以做 一个人也可以做 主要的是它要做的内容 它要做的什么东西 它做的这个东西非常的庞大 就是工作量非常的大 非常的长远 它做某个东西可以做一两年 但是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一两年 是吧 其实你看它拍的那些镜头啊 一个人都可以 因为它镜头只放三脚架 然后放那里就可以直接拍了 又不需要摄影师来拿相机 来按开始 难道按开始 演员就不可以自己按吗 是吧 出镜的人就不可以自己按开始吗 放镜头出镜的人也不可以吗 是吧 都可以的 只是说有团队的话 这个效率会提升比较 就是效率比较高 是吧 做视频出来的比较快而已了 你看最重要的啊 还是长远的那个内容 比如它做那个衣柜啊 啥的 是吧 那个都做了很久很久 很多人做不到那么久的 很多人呢 大多就是啊 去拍一个炒菜的 是吧 啊 早上起来起床 然后去地里面拿点菜 然后回来炒炒了吃 吃了 就拍这样子就说是山龙了 然后就是啊 镜头也说是固定了 和它一样了 一镜了 感觉和它一样了 是吧 就就就就说是可以了 是吧 嗯 本来的都重要的呢 还是长远的那个内容 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拍 有固定镜头 有它的那种感觉 就完了 那不是的 它重要的呢 还是长远的那个东西 因为它做的那个东西啊 很长远 一两年才能做得完 所以呢 人多的话啊 有团队的话是 大家一起准备东西嘛 准备道具啊 是吧 就准备找一个东西都 是吧 大家一起找啊 分工啊 都就很快 如果一个人全部去做呢 它就慢一点而已的 但其实一个人还是可以做的 是吧 这个团队 有没有也可以 只是说效率慢 有的话效率快 就这样子嘛 有没有必要去分析它 就是有没有团队啊 是不是一个人 真的 因为一个人也可以做 一个团队也可以做 如果要 如果是团队呢 是吧 核心还是得靠一个人 靠那个 要做策划的那个人 是吧 你得策划出那个东西来啊 长远的那个东西啊 而且呢 大家要坚持的够啊 又要能坚持那么长时间啊 现在很多人啊 拍视频都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 一天呢 就想做出一个视频 你一两天就想做出一个视频 你根本就没打算一两年时间做出一个视频 那你自己看到的那个视频啊 上面都写的 偶尔会写的有时间 是吧 那二年二三年啊 啊 出鼠啊 杀的 是吧 然后又到冬天啊 杀的 是吧 一个 一个视频就时间很长很长 这就是好 是吧 因为他做的内容呢也是有难度 里面的内容啊 不是拍摄的有难度 拍摄呢 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 然后很多人做到了 还说 哇 为什么我拍了就没人家有 其实是内容 还是里面的内容 所以呢 真的是很厉害 确实很厉害 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他的那种匠心精神 嗯 不要整天想着的利益 不要总是想着钱 不要总是那么快节奏 不要总是想着一两天就做出一个视频 是吧 你想做自媒体 自媒体这东西 你得往长远的想 他和我们做其他的创业也一样的 要兼职 要长远 要慢慢做 现在我们太着急了 一天就做几个视频 几十个视频 太浮躁了 做出没有内容的视频 没有价值的视频 都是这样